我今天來得及在出門之前 給先生一個擁抱 然後謝謝他作為 我這一路以來最堅強的後盾 講話聲音微微戰斗 台北市議員鍾佩君指控被 名嘴朱學恆強吻 歷經五個月審理 判決結果終於出爐 朱學恆遭到重判 今天這個可能只能算是 一個小小的勝利 這條路還沒有走到終點 因為這條路確實很不容易 心中大使到現在 才能暫時放下 鍾佩君 先前在臉書揭露 二零二二年參緒時 朱學恆酒後肆無忌憚 兩次強吻他 事後還變稱是喝到斷片 完全不記得 但法官比對證據 發現朱學恆回家後 還能傳訊息意識清楚 且證人證詞 跟鍾佩君所述相符 因此不踩信朱學恆的虛偽自白 加上毫無悔悟態度 依強制猥褻罪判朱學恆 一年兩個月有期徒刑 好啦 目前中午吃簡單的東西 被判刑後不只不認錯 下午還看似若無其事 在YouTube開直播 分享午餐 大談核能議題 甚至開放民眾贊助 臉書粉專則被發現 已經默默消失 但朱學恆發聲明表示 沒能得到一個公平審理的機會 曾多次申請證據調查 法院置若網文會坦然面對 透過司法途徑細刷冤屈 我相信這部分社會自由公平 我還是覺得非常遺憾 就是敢做不敢當 尤其當司法已經給出答案的時候 沒有辦法面對自己過錯的人 那我覺得也沒有辦法 有資格討論回來 朱學恆先前出庭時 態度就非常強硬 堅持不認罪 只是當初出招向檢方主動告發 如果最後上訴遭駁回 恐怕親手把自己送進牢裡 華視新聞 黃明星 楊仁敦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萊娅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